接下來就要介紹我成績園 就是第一個分類 擋過最多的順線園 我說過數字不用背 可是那個大到小要背 誰大誰小要背 原則上這叫死背 以前年考年代有考過 但是基本上會考是不會這樣考的 可是有一些轉型的方法可以考 你們去年學長的模擬考 就考過一個轉型的方法考 我先不要告訴你 我先不要告訴你 他怎麼考的 但是你要背 由大一種 由大顆排到小顆 立岩 砂岩 本砂岩 葉岩 顆粒由大排到小要背 然後剛剛講過 唯一學過的生物岩叫做石灰岩 然後石灰岩 然後生物岩還有堆積 瞭解一下 第一個叫做立岩 顆粒比較大 如果那顆粒有能有 就是所謂的角立岩 我這兩個流水特別大聲告訴你 它的渣渣是誰搬來的 流水搬來的 流水搬來的 考試題目溫 下列迅速 何者正確 地岩的顆粒碎線是由風搬來的對不對 錯 流水搬來的 所以要給一個流水 流水 OK 這裡有一個砂岩 這裡有一個葉岩 這邊寫了一個粗糙感 這裡寫了一個華麗感 幹嘛 砂岩跟葉岩是野外考察的時候 最容易碰到的成績岩 那你拿到這個石頭 你怎麼知道它是砂岩還是葉岩 對 就敲敲敲碎 搓一搓 如果你可以感覺出來一顆一顆的 感覺就像一顆一顆的 感覺比較粗的 這就是什麼眼 砂岩 如果摸起來細細滑滑的 像肺子粉那樣子細細滑滑的 這就是什麼眼 這就是葉岩 所以寫這個粗糙感標團體感 是為了什麼寫呢 野外考察用 你就去搓一搓感受一下 你就知道你看到的是砂岩呢 還是葉岩 OK 可以嗎 然後 我的考件上有填充 所以要會寫字 不要寫錯字 是不是要寫錯 是不是要寫錯 OK 下面一個叫石灰岩 講過舊科都跟你寫 它是碳酸鈣的化學沉澱 或生物遺骸的堆積 碳酸鈣的化學 就是叫沉澱岩 生物鹽 生物鹽 然後呢 主要的通物成分叫做方解石 所以考試的時候問 石灰岩的化學成分答案是 碳酸鈣 問 石灰岩的礦物成分是 答案叫做方解石 問化學成分請答 碳酸鈣 問 礦物成分請答 方解石 OK 停車站接問 你在理化課 什麼地方學過 一個化學反應 會產生碳酸鈣沉澱 你有兩個地方學過 第一次是在空氣的時候學 第二次是在周期表的時候學 你學過什麼反應會產生 碳酸鈣的化學沉澱 停車站接問 可愛小女生 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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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學過哪個反應會有碳酸鈣沉澱 第一次是學空氣的時候 第二次是學中期表的時候 幹嘛 幹嘛 會怎樣 會怎樣 會怎樣怎樣 來 碳酸鈣沉澱 你錯 二氧化碳通入澄清水 會產生白色混濁白色沉澱 那個白色沉澱叫做 碳酸鈣 這是你第一次學的時候 OK 不這樣子 算是小小的複習一下 理化 記住 大小顆粒 次序要會排 然後呢 蠅鹽的碎屑是流水帶來的 記得一下粗糙感跟滑膩感 石灰鹽問化學成分要答 碳酸鈣 問礦物成分要答 方解石 OK 不然有問題 不 不